說古人八卦解漢字典故 今天說人解字我們要來唱 王昭君 王昭君又名王強 她是西漢時代著名的美女 嫁往匈奴 西晉時為了必司馬昭的會 又改稱為漢明飛明君 王昭君真的很漂亮嘛 對啊 她都叫昭君 王昭君出生蜀郡山村 十三歲被選入宮中 做漢原帝的宮女 《西經雜記》是近代筆記小說 內容短而精簡 作者據傳為東晉的葛洪 《西經雜記》記載西漢奇文一世 時尚風俗 奇人絕技等等 其中就有王昭君的故事 畫宮契士 漢原帝宮中宮女眾多 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見到皇帝 漢原帝就命畫宮替宮女們畫像 再從畫像中挑選貌美的女子寵性 畫宮毛顏獸擅長畫人像 無論醜的 美的 老的 少的 他都能畫得與真人十分神似 宮女們為了讓自己能被皇帝選中 都會送給畫宮毛顏獸許多錢財 讓自己被畫得好看些 多則十萬 少則也有五萬 所以他是漢草美圖秀秀了 對耶 王昭君相貌出眾 卻不屑於其他人用盡手段 只為謀求皇帝寵愛的做法 也不願意賄賂畫宮毛顏獸 毛顏獸就在畫像中故意醜化王昭君 讓王昭君得不到皇帝的召見 西元前三十三年 匈奴纏于呼喊爷來朝見 想娶漢人女子為妻 王昭君入宮多年都未得面圣 自請遠嫁 漢元帝也應許了 王昭君離開前 漢元帝召見 漢元帝這才第一次見到王昭君 驚為天人啊 發現他是宮中長得最美的 同時譚吐得宜對他如流 舉止也沉靜文雅 漢元帝很後悔把他嫁去匈奴 然而名冊已經定下 無法換人代嫁呀 萬般無奈 還是只能讓王昭君去 呼喊爷得到王昭君非常高興 尚書表示願意永保邊境安寧 封王昭君為寧虎燕之 兩人欲有一子 因為化工的不誠實 導致此事發生 漢元帝決定徹查 宮中賄賂化工之事 許多化工在這次事件當中被殺 超莫家產 其中就有毛岩獸 善化牛馬飛鳥姿態的陳廠 劉白 拱寬 善化人物和著色的楊望 樊鈺 他們在同一天於鬧事中被斬首 京城化工因而大為減少 這就是化工氣勢 王昭君的故事成為許多文學作品的素材 杜甫 白居易都曾經為他寫過詩 元代的馬志遠也將昭君出塞寫成了雜劇《漢宮秋》 王昭君辨文寫的也是昭君和親的故事 辨文是唐朝興起的講唱文學 夾雜散文 韵文 王昭君辨文寫道 王昭君嫁到匈奴之後 郁郁寡歡 思念故鄉 禪于想方設法要搏昭君一樂 昭君卻還是滿懷愁緒 一心想回到大汉 愁長百劫 虛成柱 愁長百劫 憂愁的心長 彎曲綿長 像是打上數百個劫 劫都劫不完 愁緒愈劫 難以排遣 西元前三十一年 呼寒爺去世 王昭君想要回到漢土 漢成帝卻命他順從胡帝風俗 再嫁呼寒爺的兒子 付諸磊弱低蝉瑜 西元前十五年 王昭君去世 年僅三十六歲 我是馮一剛 說人解字 下次再說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